想入手苹果13的 或已经入手的 看过来 不然就晚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宝哥 苹果13发售已经半个月了 但依旧供不应求 或非常的抢手 很多人都预约到11月份了 在大家疯狂抢购苹果13的同时 宝哥也给大家提个醒 要知道 即便是全新机 也是有故障率的 100台iphone里总有个把台是有问题的 但只要及时发现 在几天至半个月内是可以免费退换的 所以尽早检测手机有没有问题 非常重要 下面的操作兄弟们做好笔记 首先去关网查询序序列号 保证机器是被激活的全新机 然后开始检测机器 查看电话卡 看信号是否正常 检查wifi信号蓝牙热点是否正常 点击电话铃声听扬声器的声音以及震动是否正常 检查亮度调节以及原材开关是否灵敏 配色键检查换色功能是否正常 检查面容功能是否正常 查看电子健康是否为百分百 按住一个app 然后地板式的在整个屏幕上拖动 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来检测屏幕的触摸灵敏度 打开手电筒 检测闪光灯 观察白色背景以及黑色背景 看显示是否正常 拨打电话 看通话是否正常 然后遮住条海 检测光线感应 黑屏的就是正常的 随便录制一段语音来检测麦克风 调节拍摄倍数 来检查各个摄像头的对焦是否正常 前置摄像头也要检查哦 然后用前置和后置摄像头录像 检查一下麦克风有没有问题 检查指南针是否正常 检测所有的按键是否正常 然后用高画质录像一个小时 看看有没有重启 检测主板是否正常 以上操作都弄完 能排查出绝大部分的问题 如果某一项有问题 可以重启一下再做尝试 如果还有问题 可以再尝试刷机 如果刷机都没用 那机器可能存在硬件问题 赶紧联系之后进行退换 最好的话 以上检测方法也同样适用于二手机 所以在不思标的情况下 也能检测手机是否正常 还有的话 宝格的机器 上面贴的档口的大标 七天后是可以撕掉的 宝格的小标只会贴在螺丝口的位置 完全不互相使用 而且可以作为质保一年的凭证 nice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评咯